大家好 我是陈寗 先前 我有提到说 这个 Fyne 的喇叭是我们最新的陈寗严选伙伴 那就很多朋友问 那 Fyne 到底是一个什么品牌 好像听说他跟 Tannoy 有关系 他跟 Tannoy 是不是 什么副牌 什么的 就像是拉图堡跟小拉图堡那种概念 我必须跟大家说 不是 他不是副牌 他是完全不同的牌子 可是他们之间是有渊源的 所以今天 刚好我就在这个台生 就台湾的代理商台生嘛 他是 Accuphase 的代理商 很多人都知道 但他同时也是 Fyne 的代理商 今天就用这一对 F1-10 他是他的旗舰的第二号人物 就相当于 802 第三等级的喇叭 今天就用他来跟大家聊聊 Fyne 的喇叭 是一种什么样的喇叭 他从哪里来 他的声音听起来是怎么样 他还有什么特色 什么样的人该买他 今天就好好的来聊聊了 那如果说呢 你也想要一套这个 Fyne 的喇叭的组合 但你不知道怎么搭 没关系 在资讯栏里面有 LINE 的连结 直接传讯给我 我来帮你搭 那当然一样记得要订阅我 那我们就开始啰 Fyne 这个品牌 其实呢 很多很多的元素 就你在上面看到的东西 你都会觉得说 不就是 Tannoy 吗 比如说像 他的这个同轴单体 他的单体的材质 到他的这个双旋边 这些设计呢 你都会觉得说 真的就是一个 Tannoy 的那种感觉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是因为 Tannoy 呢 先前他就是被彩团收购嘛 那他收购之后呢 他在一些产品的设计理念上 他就跟这产品的原本的这设计师团队呢 会有一些分歧 其实 这种现象常常有 B&W 也有这种情况 只是 B&W 呢 他还是不断地在更新嘛 像我们看到他从 D2 更新到 D3 他连单体的这材质都不一样 可是呢 Tannoy 呢 你如果真的实际去听的话 从现在的 Tannoy 跟旧的 Tannoy 你在听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好像很像 声音真的很像 除了说新的他的解析更好 他的细节更多之外 但是呢 他没有像 802 这种 D2 到 D3 那种差那麽多的感觉 所以呢 有这样的理念分歧呢 在 Tannoy 的这设计团队呢 就 出走呢 英国人最喜欢出走 当初英国交响乐团 LSO 为什么会有 LSO 也是因为 只会跟乐团理念不合 结果乐团就全部出走 成立 LSO 英国人就在干这种事 然后呢 他出走之后呢 他在苏格兰成立一个品牌叫 Fyne 那 Fyne 呢 他的产品里面就有非常多 陈希致这个 Tannoy 的设计元素 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 同舟单体 他的高音单体在里面嘛 那这个之前有介绍过 这样的喇叭有什么特性 就是 第一个 他的高音整以整体架构来说 他是一个号角 所以他的那个 整个形体细节 都会比一般的喇叭还要来得更好 那第二个呢 就是他的这个双悬边 有两个悬边 一边一般人的悬边呢 是一个 甚至像 B&W 干脆没有悬边 但是呢 这个 Fyne 就跟 Tannoy 他就共用了 因为他同一个设计者嘛 所以呢 他的这个双悬边也带过来了 那其他还有一些可以调整的 比如说他下面有两个旋钮 一个是可以调整音 一个一个可以调整音场 这个呢 虽然说跟 Tannoy 的喇叭 Tannoy 是调整分屏点 但是呢 就是一样 喇叭可以让你有一些东西可以调整 让你可以玩 这个是他喇叭的设计 不过呢 他的外形到他的材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现在呢 我们再来谈第二件事情 他跟 Tannoy 有什么不同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差异就是外形 Tannoy 的外形呢 直到今天他依然是一个箱子 非常非常精致 非常漂亮的箱子 就像是家具一样 可是呢 这种设计呢 对大部分人来说呢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 除非你家是什么 英伦古典风啦 美式古典风啦 家裡有壁炉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人要有壁炉 但是有藤家里就有壁炉 他的壁炉呢 旁边放 Tannoy 就非常合适 因为他就是那种感觉嘛 可是 如果说你还是要一个 比较现代一点的喇叭 你比较想要像是 B&W 那种 802 的那种 那种 比较流线 比较圆虎 或者是像 Sonofabra 那种 像家具的那种感觉喇叭呢 Fyne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外形呢 就是比较圆虎 然后他有一个像钢琴烤器 虽然他是木纹的 可是呢 他也是一个镜面的烤器 所以呢 如果你从颜色来说的话呢 这东西呢 就是 B&W 802 D3 的 Prestige 系列 就这种感觉 非常漂亮 非常精致 而从旁边来看呢 就像 Sonofabra 就是一个意大利的家具的那种精致感 然后呢 再从上面看 Tannoy 就是一个木纹 所以他等于三种愿望一次满足 你的一个喇叭呢 有各式各样 那你说好不好看见仁见智 我是觉得很好看 你觉不觉得好看 你可以留言 我们来讨论 但是呢 他就是这样的感觉 不过呢 Fyne 的喇叭 在外形上 你在选购的时候 有一个一定要注意就是 他的单体因为比较高的关系 所以他看起来比较大 他的最旗舰呢 F1-12 他是 12 吋的单体 12 吋单体在市面上可以看到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鹦鹉螺 你有看过鹦鹉螺 他鹦鹉螺呢 是放在下面嘛 所以看起来呢 矮矮小小的 觉得看照片呢 觉得鹦鹉螺很大 结果实际看 哎 鹦鹉螺怎么那么小 可是呢 F1 这个 10 或 12 刚好相反 因为他把单体放上面 所以呢 你坐着看 站着看 躺着看 你都会觉得 哎呦 好大一个喇叭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 看的时候是需要适应的 就是有一个大大的头在那边 有点像那个小小兵的那种感觉 一个大眼睛的那种感觉 可是呢 反正我就讲嘛 外形见仁见智 有人跟我说过 B&W 很丑 也有人跟我说过 Tannoy 很丑 也有人跟我说过 ATC 很漂亮 这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一个小冰箱 所以呢 见仁见智 反正他就是一个这样的外形 那他的声音 也是最多人在意的 他的声音跟 Tannoy 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呢 Fyne 在设计的时候呢 他就是希望可以改良一些 这设计者 他原本希望 Tannoy 可以改良 但是在 Tannoy 的时代 没有办法来得及做改变的东西 他在这里把他做出来 几个重点 第一个解析 这是 Tannoy 一直以来我们都很在意的事情 第二个低频量 Tannoy 的喇叭为什么要那么大 他的口径为什么要那么大 其实我之前有讲过 Tannoy 如果你有听过比较小的 比如说 Starling Tenbury Kanselton 这些呢 他单体口径比较小的情况下 靠他的那个箱体 是没有办法带来非常充沛的低频能量 所以 听 Tannoy 的人呢 不自觉就越买越大 像我自己 不是就有一对 Canterbury 15 吗 就是因为 真的到 15 寸的低音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说 哇 这 Tannoy 的低频真的才有的那种感觉 可是呢 Fyne 不一样 他会用那个就反射孔的一个锥 你可以看他官网 各式各样的图片告诉你他如何创造很多的低频 但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 Fyne 呢 虽然看起来小很多 可是他的低频量感 是这个 Tannoy 呢 同等级、同价位 不要说同 同尺寸啊 因为你要跟他同尺寸 Tannoy 就 Kensington 而已 可是如果以等级来说的话 是 Canterbury 15 寸 他的低频量感差不多就是那个感觉 可是呢 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个一定要记得的事情 这个 Tannoy 他的低频再少 他再怎么感觉量感不足 但是呢 他的单体因为比较大的关系 他同时推动的空气量会比较大 所以在你的体感上 或者是他的那个低频的那种 力道那种量感出来的时候 你还是会觉得 这低频好像蛮多的 可是呢 就是偶尔那么一下子 如果你的扩大机推力够的话 偶尔就会给你那么来一记 然后你就觉得 哇 这低频就是赞 可是呢 以比如说像我们比较习惯的 B&W 802 D3 的那种低频 随时随地给好给满 Fyne 的喇叭比较像是这种感觉 如果你希望的低频呢 是你同时可以看电影 我之前有讲过 Tannoy 不适合看电影 因为他声音比较慢 所以看起来不紧张 但是呢 你希望可以拥有 Tannoy 的这个音色 这种非常细节的音色 但是又希望有 B&W 的那种震撼感 那么 Fyne 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还有第二个就是 我刚刚讲嘛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家里放一个冰箱 像 Tannoy 那么大的喇叭在你的面前 而且不是一个是两个 那么呢 Fyne 也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 Fyne 的声音 除了刚刚讲的 他解决了 Tannoy 在低频不足的问题之外呢 他的高频细节也好很多 这是他的材料科学的问题 这他的新的高频的细节 比如说像小提琴 这个 魔鬼的这样音 登登登登登登 这个 登登登登登登登 这个声音 包括他后面的那个三角体 都可以听得非常地清楚 而这是 Tannoy 过去做不到 Tannoy 过去做不到 Tannoy 过去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靠超高音 但是呢 Fyne 不需要 他的高频细节 他的整个气的弦乐的前缘 人声的细节的前缘 都会表现得比 Tannoy 好很多 所以他可以算是 Tannoy 的进阶版 一个升级版 可是呢 但是这个 有的时候我们讲这进阶版呢 往往会让人家误会说 那这样子我不是买 Fyne 就好了 就不要买 Tannoy 了吗 也不是这样的 Tannoy 有些东西呢 Fyne 还是做不到 比如说人声的厚度 因为呢 Tannoy 呢 他的这个箱体呢 还有他的一些单体的口径的一些特性 让他的中频厚度 在有推好的情况下 会比较好一些 可是呢 缺点呢 就是你要有推好 我之前讲过嘛 很多人买了 Tannoy 呢 Canterbury 呢 买了西民室 就用一台真空管综合扩大器推 推不出那个力道来 听起来就很可惜 可是 Fyne 呢 不管是这个 F1-10 或者是旁边的 那边可以看得到 F5-100 系列的这种小喇叭 他的这种喇叭呢 效率比较高一点 比较轻松的 可以推出他的中频厚度 他的细节的低频的量感 会比较轻松一点 所以 这喇叭呢 我觉得 就看你啦 主要我觉得 选择的时候还是两个重点 第一个 你有没有追求这个 在看电视的时候 也可以一起使用 如果有的话 选 Fyne 不用再选 Tannoy 了 那第二个就是外形 如果你不能接受 Tannoy 那个大箱子 你一定要这个样子的话 那麽呢 就选 Fyne 也不用选 Tannoy 但什麽时候要选 Tannoy 呢 很简单 你更重视人声的厚度 我没有那个大口径 没有看到15寸单体 我就不开心 那你选 Tannoy 你的装潢就是要那种古典风格 那麽选 Tannoy 这个呢 其实是很好选的 那为什麽这里就不太讲 B&W 呢 因为他就是这样嘛 听这个爵士 人声 契乐演奏 钢琴 小提琴 这种比较小编制的 这种音乐的时候呢 不管是 Tannoy 或 Fyne 都是他们最拿手的好戏 可是呢 如果你说我今天就是要听变形金刚啊 我就是要 这种感觉 或者是那种音场 我要听那个管风琴 要有圣歌 然后要有这法喜充满的感觉 那麽 B&W 的 800 系列呢 还是会比较好选择 所以 选音乐很简单 如果你从不听我刚刚讲的大动态大编制 Fyne 那如果说你要大动态大编制 B&W 那这个时候最后的问题来了 很多人说用这个 E800 够不够用呢 我会这样说啦 你真的要买这个的时候呢 其实你也不差这个钱了 前后级 现在新的 3900 P7300 买下去就对了啦 差不多这个价格 你真的说 我现在预算就不够 那用一下还是可以 但你要记得低频的下潜 还有他高频的发散 就不会有前后级的 这种搭配来得好 这是 先天的限制 不是跟你说一定要怎麽样 这一台的价格 还不到一台 C3900 的价格 你希望他怎麽样呢 你不能说 我今天花一百万去 希望买到一台 Toyota 然后他可以有这个 Benz S500 的性能跟内装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种事情呢 就是一个折中 你说 我今天不需要很强的低频 我也不需要很发散的高频 我不需要很大的音场 那你用 E800 也 ok 小小声呢 听 虽然说呢 小小声听的时候呢 他的低频的那个力道 那种咚咚咚那种感觉 不会那麽明显 可是呢 听个 这样说 有的时候觉得人家是我说干话 但我就说啦 听个响还是可以的 就是 听个说 还蛮好听的 这个 这个高频真的漂亮 听个中频漂亮 可以 可是呢 当你要追求的时候 我小小声地听 听到 Bass的低音 蹦蹦蹦 比如说像 只听那个爵士 当步爵士 他底层有一个低频 蹦蹦蹦 蹦蹦 蹦蹦 或者是 像之前讲的周杰远呢 比较大的大琴 蹦蹦蹦 这种声音呢 靠这样的推力呢 真的还是不太够 还是建议你前后级会比较好 我还是老话一句 都买到一百万的喇叭了 用个一百万的前后级家训源搭他 我觉得这样才是不要辜负制造跟设计这一对喇叭的人的心意 但是呢 你今天说我这样的预算就不够 那麽呢 先买他搭个一八百 还是可以的选择 只是说 你一定要知道限制在哪里 不要搭了之后再来说 陈寗我觉得没有低频的 你这样介绍 好像不太对了 你之前不是都说一定要前后级吗 对啦 一定要前后级 但是有的人预算不够 而且最近我还发现一个新的 最后跟大家分享这个 有位brother 他跟我说他要买音响 他很坚持 一定要用一八百 我问他 我希望他说出他心里的话 最后他跟我说了 因为我老婆说 音响架上面不可以出现第二台机器 所以他必须要用一台这个 后面再插Deck 50 然后呢 再随便插个电脑 就这样播就好了 所以希望 可以成群他的梦想 一台机器搭喇叭就好 我说好啦 那真的这样子 但你要知道限制在哪里 我知道 我都有看你的影片 我都知道限制在哪里 但是就是只能这样 只能一台 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我也不阻拦你 用一下 至少 还是大家记得一句话 用这样的组合 至少会比你用那些什么小喇叭 小落地听都没听过的品牌 然后什么Soundbar 这些绝对是好很多 是千倍百倍的好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这种时候呢 就是 先求有 再求好 至少他会比你原本想要用的东西还要好 就是这样的东西 今天呢 Fyne 的喇叭 我们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那Fyne 他的产品线其实很齐全嘛 你在这里看到是F1-10 之前在影片里看到是F500 所以这些东西呢 我一个一个再来跟大家介绍 你该怎么搭比较好 该怎么组合比较好 像那F500 我已经帮他找好扩大机了 近期我就会把他上架 有兴趣的同学再去看一下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那F1-10呢 也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呢 如果想要的话 赶快订 因为现在交期比较长 英国疫情严重 所有英国的东西 都是交期很长 大概是这样 今天就聊到这里啦 那最后记得订阅我 那如果说呢 你还有任何的问题 你可以在资讯栏里面找到那一连结 直接问我 或者是在影片下面留言 我们再来讨论 或者是你 没听过 不知道该怎么搭配 这些 都可以讨论 那最后记得呢 刚刚讲过了 就订阅我 还有就是你想看更多更多音响影片 在资讯栏里面有会员频道的连结 加入会员频道 就可以讲 把我这个影片呢 支持我做得更好 什么 有字幕 有剪接 这些呢 都所有的频道会员支持 才有这样的结果 所以谢谢大家的支持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陈寗 我们下次见 拜拜